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平安 还有现场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活着一致也越来越不够 所以希望上帝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华语能够继续的成长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面对你的恐惧 面对你的恐惧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遇过困难吗 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都怎么做 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你都怎么做 好 等我一下 有一个小姐呢 她开着一台轿车 这个故事我想有很多人都听过 她开着一台轿车 让我们知道通往大家都会觉得 女生开车的技术好不好 然后大家如果看这个车子开不好 就说那一定是女生开的 对不对 通往大家都会觉得 女生的开车技术 那有点需要再接受进步 那有一个女生呢 她就真的开车 她自己上路 那她开车的时候呢 怎么办 我会害怕不会开 她就停下来 后面的车子怎样 开始扒她 你会不会开车 还会赶快开 就一直扒扒扒扒扒扒 如果是你是在开车的那个人 你会不会紧张 会 那这个小姐之后做了什么事情 她就下车 跑到后面跟那个先生说 先生 你下来帮我开车 我帮你按打巴 好吧 结果呢 这个先生呢 就真的答应他了 就下来帮他开车 然后呢 结果是什么 原来是她的车 坏了 所以那個先生還留在那邊 幫他把車子修好 哇本來是一直猛啊打巴的人 最後留在那邊幫他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 家庭弟兄姊妹 你一定會跟這個女孩子一樣 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會有一個人 一直對你猛啊打巴 讓你覺得餓啊受不了 但是你有用那個智慧去解決 去做去尋找資源知道要怎麼做 我去尋找資源知道要怎麼做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都會遇到挑戰 我們都會遇到挑戰 但是我們有沒有智慧去面對這些問題 你在工作的時候你會不會遇到挑戰 會 你在家裡會不會遇到挑戰 會 你在教小孩子的時候你會不會遇到挑戰 會 那個挑戰真的是頗大的 你在讀書的時候會不會遇到挑戰 會 每一個人的人生當中 我們都會遇到挑戰 但是如果你遇到人際關係的衝突 你在公司跟人家不合目 你的壓力很大 你情常也失憶了 你忽然有一天也突然失敗了 我們知道那個內心的難過 跟那個壓力 是我們別人無妨去體會 我們知道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中 都會遇到壓力 這個壓力是來自於你身邊的人 來自於你的環境 來自於你的身份 當你的身份不一樣 你要當你的環境不一樣 你就必須要面對到不一樣的壓力 你是學生 你就有學生的壓力 你是老闆有沒有壓力 也有 你是媽媽有沒有壓力 當然也有 老公每天回來都要吃你煮的飯 孩子每天也都要找媽媽 你是爸爸有沒有壓力 有 家裡的一整個重擔好像都放在你的肩膀上 你是學生有沒有壓力 有 我要考試一整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會遇到不一樣的壓力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如何戰勝這些壓力 你如何在這些壓力裡面 你仍然覺得 啊 好放鬆喔 你如何放鬆的去面對這些壓力 你如何去面對這些壓力 讓我們重新得利 今天我們讀到的聖經節很長 十四節 但是他講到了一位先知 那個先知是誰 以利亞 以利亞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先知 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先知 他在舊約裡面行過了很多神蹟 他讓死人落 他跟巴黎的偶像的先知大戰 他還做什麼事情 他還稱火馬車升天 他是一位很特別的先知 他是一位很特別的先知 當耶穌在三方變相的時候 他跟耶穌 以利亞還有摩西也跟耶穌一同 在啟示錄的時候 也提到以利亞跟摩西 所以我們知道以利亞是一位 很出名的先知 是一位很出色的先知 但是他有沒有軟弱 有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他跟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模一樣 他也有軟弱 首先我們要知道整個過程 在內王記的十八章提到 以利亞跟巴黎的偶像 大戰的成績 因為有三年半沒有下雨了 以利亞 藉著禱告 讓雨水降下來 讓以色列的病例 充滿雨水的滋味 所以如果你是巴黎的先知 你會覺得怎麼樣 這個人不行 趕快去打小報告 結果呢 他就趕快去打小報告 告訴誰 當時的耶喜別 當時的耶喜別 耶喜別就很生氣啊 完蛋了 我沒有面子 耶喜別就猜了去告訴以利亞 說在明日這個時候 我若不死你的性命 跟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重重的懲罰我 他就是告訴我 告訴以利亞說 你才死啊 你慘了你 我一定要派人去追殺你 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耶喜別 有 幾位 有些人可能說 我好痛會 在後面都在排隊椅子追著我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 都會有耶喜別 但是 你如何去面對這些人 有可能你會說 我很厲害 我可以戰勝耶喜別 沒錯 但是 你會不會也像以利亞一樣 趕快逃跑 以利亞這麼出名的先知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逃跑了 他逃跑了 他是神重用的先知 但是他逃跑了 他完全忘記了 他才跟幾個先知大戰 而且他贏了 他完全忘記上帝給他的恩典 忘得一乾二清 他跑掉了 現在一定有點耶 在你面對到人生的困難的時候 上帝對你的恩典通常在你的腦中嗎 完全沒有 你被什麼充滿 這個問題好難 這個是我考不過 這個老闆怎麼對我這麼兇 你的頭腦裡面充滿的是什麼 完全是那一個困境 神在哪裡 神在天上 你在哪裡 你在地上 你們完全是不一樣的人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知道我們的需要 神知道我們的需要 你要正視你自己的問題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軟弱的 神也很清楚我們是軟弱的 所以第一點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們的身體是需要休息的 我們是需要休息 我們必須要好好照顧我們的身體 我想在這邊調查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在親戚的聚會裡面 曾經討論過 你重視你的身體過於你的工作的請你舉手 你比較重視你的身體過於你的工作的請你舉手 好 我們也有買過了 那你比較重視你的工作 甚於你照顧你的身體的請舉手 對 也是有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軟弱的 她知道我們的需求 今天以利亞 她的身體也累了 神說 我們的身體是什麼 是神的電力 我們的身體是神的電力 而且 在以弗所書也說 從來沒有人 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故事 正像基督在教會一樣 今天我們 都要正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軟弱的 以利亞也是一個軟弱的人 她跟那些先知大戰之後 她又走了一日的入城 那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怎麼說 她來到了一棵樹下 她怎麼了 她怎麼了 我們看經文 她就躺在羅藤樹下 睡著了 她就躺在羅藤樹下睡著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以利亞好累喔 你累不累 你覺得你現在肩膀有沒有硬硬的 有 你需不需要跟以利亞一樣 好好地睡一覺 需要 你必須要知道你的身體 是需要休息的 必須知道你的身體是需要休息的 上帝也看見以利亞需要休息 所以上帝有罵以利亞嗎 你還不趕快起來領袖 那個太陽都已經散到屁股 快要找我了 你還不趕快起來 媽媽有沒有常常跟小孩講這件事情 你還不趕快起來 欸其實小孩子也很累 各位爸爸媽媽媽 那小孩子也怎麼樣 爸爸趕快起來陪我玩啊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要正視你身體的需要 你要做好 你必須要休息 我們人是神所創造的 我們是軟弱的 上帝派了一個天使來 親拍以利亞起來吃吧 不是大聲地哄叫她說 你趕快起來 她說拍拍她 拍拍她是什麼意思 在原文裡面就是 觸摸摸她 然後輕柔的把她叫醒 上帝派一個天使來照顧以利亞 他給她病吃 他給她水喝 很像是爸爸在後 小孩子一樣 經文怎麼說 經文說 以利亞就起來吃了 以利亞就吃了喝了 第二次她又來拍她 起來吃吧 她就起來吃了 下個弟兄姐妹 以利亞第一次有起來嗎 有啊 有啊 起來吃了喝 她只有吃了喝了 她那時候可能是躺著 她覺得怎麼樣 我要再賴床一下 她真的等到第二次 她才起來吃了喝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如果你的身體真的不行 你覺得這件事情 對你真的非常有壓力 別人給你的事情 你真的做不到 請你好好地休息 等到你有體力了 跟以利亞一樣 才起來吃了喝了 當她決定她要起來吃了喝了的時候 她休息夠了 她做了什麼事情 她走了四十週夜 到了省了山 她清楚的知道 我的身體已經休息夠了 我的身體已經休息夠了 今天省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反弱的 你今天面臨到挑戰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 通常我們會選擇什麼模式 好現在晚上凌晨是2點 我如果到凌晨 我如果到早上天亮之前 我這件事情應該做得完 大部分的人會選擇熬夜 把那件事情做完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說 該休息的時候 就要休息 因為你的身體 是我的電 你的身體是我的電 再來 神說 我心裡想什麼 我不如實了 算了 我為什麼要活在這個世上 你有這樣的想法嗎 心裡想什麼 我不如實了 算了 我為什麼要活在這個世上 我們知道這個 這麼偉大的先知 他一樣覺得 我的人生沒有目的了 我再也不想要面對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壓力太大了 但是神要說什麼 超高的屬靈盼望 超高的屬靈盼望 往往出現在 你所面臨的困難的時候 超高的屬靈盼望 往往出現在 你所面臨的困難之後 神要讓你去經驗 這些失戀 你才會得到寶貴的信息 以利亞躲在哪裡 經文怎麼說 以利亞躲在洞裡面 他可能在這個洞裡面好好休息 他可能在這個洞裡面好好跟神祷告 神就怎麼樣 透過一個微小的聲音告訴他 與他對話 所以神知道以利亞的靈性需要被護心 神知道以利亞的靈性需要被護心 再來 神說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神告訴我為什麼要問這句話 神說你要出來面對問題 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休息夠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你最後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你最後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 他遇到什麼困難 有人在追殺他 有人在追殺他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他是個忠心為主做工的人 在信仰上會怎麼說 你忠心為主做工 所以你得到的祝福應該是加倍的 但是以利亞遇到什麼事情 他忠心為主做工 結果他被追殺 哇這對以利亞的挑戰很大 但是神說 你就是要出來面對這件事情 你就是必須要出來面對這件事情 他面臨到一個屬世的極大的壓力 在我們的心中 有沒有想過 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神在哪裡 在上廁所嗎 在這邊買東西嗎 怎麼都沒有聽到我的禱告 怎麼都沒有聽到我的禱告 但是神說 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當你看到你所有的困境的時候 你有看到神在你的身邊嗎 還是你完全被那個困境 給蒙蔽了你的眼睛 其實神就在你的身邊 以利亞怎麼說 以利亞也生氣耶 以利亞說 我為萬君之耶和華 大發熱心 但是最後怎麼樣 讓他觸摸一個人 只剩下我一個人 而且他們還要來殺我 以利亞的心聲完全告訴上帝 上帝說 你要出來面對問題 你不能再躲避了 你不能再躲避了 我們知道 我們在我們的生命中 真的都會遇到很多事情 但我們很煩悶 但是聖經裡面怎麼教我們 我們要面對到我們 正視我們的情緒 你要說 我的心啊 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經文 我的心啊 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這是一個在詩篇 一個詩人所寫的 當他問完這件事情 當他安靜下來的時候 他後面的經文接什麼 應當仰望上帝 應當仰望上帝 今天你要找出一個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應當仰望上帝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時時刻刻跟神祷告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 當你要服依一個人的時候 你除了告訴他禱告以外 你要告訴他 他自己也要付出努力 神今天怎麼告訴伊利亞 伊利亞你在哪裡 請他出來 通常我們都會遇到 別人遇到過你來 困難來找你的時候 你都什麼 禱告啊 禱告 曾經有人就跑來問我說 傳道 神都不聽我的禱告怎麼辦 我就跟他說 那你有努力嗎 不是打到就好了嗎 怎麼可能 神說你在哪裡 是你要出來面對這個問題 當然你應當仰望上帝 這是神所喜悅的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要出來面對這個問題 靠著神的力量去面對這個問題 當我們謙卑的時候 神就要施下滿滿的祝福在我們身上 當我們謙卑的時候 神就要施下滿滿的祝福在我們身上 伊利亞走投無路的時候 他就來到神的面前 他就來到神的面前 耶和阿說 你出來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你出來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說他躲在哪裡 躲在洞裡面 他躲在洞裡面 他會造成怎麼樣的結果 我想的都是我遇到的困難 我想到的都是那一個人的畫面 我想到的都是那一件事情 神說你出來站在我的面前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有站在神的面前過嗎 你有真的站在神的面前告訴他說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神就會透過微小的聲音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因為當你敢站在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必定敢站在人的前面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當你的心裡知道我盡心盡力 我無懼的站在神的面前 那你必定有勇氣 在站在你面對的那一個困難前面 因為你知道這是神所心願的 神也要跟著你一起去面對的那一件事情 這邊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間紡織工廠他們在做毛線 我們知道毛線很容易打結 那有一個新人 他就進去這間毛線公司上班 他進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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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他發現他的毛線打結了 他就開始奴隸奴隸奴隸 花了24小時都沒有睡覺 結果那個毛線從這麼小坨 到這麼大坨 領班來的時候就罵他說 你怎麼這麼不禁責 你如果是那個員工你會覺得什麼 有啊 我很禁責啊 我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我24小時都沒有回家 但是領班告訴那個員工說 難道你沒有抬頭看上面嗎 我那邊就貼了一張字 如果線打結了請通知領班 如果線打結了請通知領班 你自己一個人沒有通知領班 你在那邊讓那個線越結越大 所以你有記者嗎 後來這個領班 教他了一些技巧 他就把這件事情解決 現在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就像一條線 有時候會打結 線打結了怎麼樣 請通知領班好不好 請通知領班 你就會跟神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你會跟神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神會清楚的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就我和伊利亞一樣 神用微小的聲音告訴她 你要怎麼做 最後神也派了伊利撒來幫忙她 現在的弟兄姊妹 伊利亞跟我們一樣 她是一個很偉大的先知 但是聖經說她是跟我們一樣的 她也有軟弱 她也會面對到壓力 今天我們在我們的釋放上 我們也都大發熱心 我們也都很努力 我們在外面也都為主錯見證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還是一定要遇到挑戰 可是神說 我知道你的身體需要休息 我知道在這邊你的靈性也要被復興 我知道你會出來面對問題 因為我會跟你一同 我會告訴你 今天我們要把我們的事情揚換給神 我們要把我們的事情揚換給神 神會透過一個微小的聲音 或許你已經躲了很久了 就跟伊利亞一樣 躲在洞裡面躲很久了 但是神要告訴你說 請你出來站在我的面前 請你出來站在我的面前 我要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我要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 最後我要用一個經文跟大家做分享 在非一筆書四章六節 我們一起來念 我們一起來念 應當應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一定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我相信今天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我們的肩膀上一定擔了很重大的責任 一定有很多很多 是你覺得 我怎麼必須要擔這麼重大的責任 在我的身上 有可能是你的家庭 有可能是經濟的壓力 有可能是你自己身體的問題 你的身體需要被神医治 你的心理也必須被神医治 你的家庭也可能需要神來医治 但是神說 你要出來 站在我的面前 我們要一起來唱 我們的詩歌 注目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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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親親耶穌 你相安息 你的法案處 來今可 兩次可 我兩次可 把極可 右上幾可 來今求耶穌 你相安息 祝福看耶稣 祝福看耶稣 祝你来寻求耶稣 平下他安全 你的帮助 注目看耶稣 你的眼睛要闭静在神的面前 耶稣 一起看耶稣 神圈共一珠 是家伤耶稣 注目看耶稣 地竟看耶稣 神圈共一珠 跟着他同步 跟着他同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闭起眼睛 我要邀请你们 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他你们的需要 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的 你就把你的祷告说出来 让神知道 你要开口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祂 你的欠缺 你的压力 你面对的恐惧是什么 神说你要来到我的面前 我要用微小的声音 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有可能在这里面 有可能你已经流泪了 好几年 有可能你为你的家庭 也祷告了好几年 但是 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要感动你 你再次出来到我的面前 因为我要除去你的劳苦重担 我要除去你的劳苦重担 我们用一段时间 我们安静自己 神说烦恼苦重担的人 要来到他的面前 要亲近他 神要给他安息 你的满足 泛几颗母意 来寻求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要在你的生命中告诉你 我会保护着你 你要得着那满意出来的宣说 求助耶稣 顶尽看耶稣 主耶稣 盯领看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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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开口唱《烦恼苦中丹》 烦恼苦中丹 当清几天宿 比较安心 比得满足 白旗和舞异 来寻求耶稣 明显感觉 比得满足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圣结构一株 释迦上耶稣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灵神 记着你同行 我要跟你同步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你要把你的眼光表露在神的面前 把你的灵神表露在祂的面前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神结构一株 释迦上耶稣 主看耶稣 定净看耶稣 千倍请进注 跟着祂同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邀请你们一起祈祢 跟着祂同步 我相信我们今天都有拿到我们的根心 请你把你的根心拿起来 他的封面说困难越大 依靠越深 困难越大 依靠越深 我们把它翻到后面 翻到最后一页 这个的最后一页 在祂的上面有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一起开口 照着这一个祷告文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知道 人生永远多如困难 但祢是如此的爱我 在图灯中 离平或同在 车会破我们的离居所 虽然在黑暗中 心力不识 难道忧伤与伤痛 然而我知道 在图灯中 与祢同情 剩余在荒泥中 独地行走 谢谢祢 将应许的平安赐给我 使我在风雨中 依然还同感三地 我也要为了 仍在图难中的人们祷告 希望他们在天安中 探现祢的光明 如此祷告 使我抗云 我们在一起唱这首诗歌 祝福看耶稣 把劳苦中担 把祢的祷告 把祢的祷告献给神 祝福看耶稣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把你的手追起来 你受神 祝福看耶稣 在我们生活中的北部 到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也要用很多东西 祝福看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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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看彼祝福方担祝福 跟著它同步 我空虛的心理 終於不再流淚 期待著雨後 繽紛的彩虹 屬說你我的約定 神要與我的約定 大大的約定 我不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因為我擺設了神秘 祝你因為我擺設了眼鏡 擺設了眼鏡 與你有約 是永恆的約 與你有約 是永恆的約 彩虹回城 千古不變 我要高高高為神秘的心願 萬物歌送你一次來 大地書說你的恩典 我空虛的心理 我空虛的心理 終於不再流淚 是永恆的約定 期待著雨後 平凡的彩虹 出說你的我的約定 我不安的腳步 我不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停歇 神會為你親自預備 你為我擺設了神秘 你的生意 與你有約 是永恆的約 彩虹回城 彩虹回城 千古不變 與你有約 是永恆的約 彩虹回城 千古不變 我要高高 為生命喜悅 萬物歌送你一次來 大地書說你的恩典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把我們的手放在我們的心上 神要挪去你空虛的心裡 神要擦去你的眼淚 或許你的世界現在正下著雨 下著趴陀大雨 是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 但是神說 你不用再流淚 因為你會看見彩虹 這是你跟我的約定 你的腳步我也必永遠保守 因為我已為你擺設了生命的聖夜 與你有約 是永恆的約 我們都曾經跟別人約定 今天神也要跟你約定 他說 這個永恆的約 是賜給你我寶貴的孩子 當你在雨中 你會看見彩虹就在後面 因此我們要高歌 為這個生命獻上我們的喜悅 我們一起告訴神 與你有約是永恆的約 與你有約是永恆的約 在後面 在後回復之間 不不便 我要用得為神的喜悅 我要高歌 為神的喜悅 我要高歌 為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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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說以我的約定 我不安的腳步終於可以停歇 我不安的腳步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 拜神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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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可受你的指导 阿地处说你的恩典 感谢大家祷告 现在的天赋 让我打罗父神 我们知道平时是此刻 两亲自来安慰到心灵 有重担的弟兄姐妹 主啊你要施恩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唯有你知道他们的重担是什么 有些人心灵的重担 他不敢告诉别人 但是主我们心自 要把他摇摹在神灵的面前 神灵亲自怀抱他 神你亲自安慰他 你除去他心中的重担 你除去他心中那一颗重大的石头 因为也有声音在欺骗他们 让他们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 让他们对未来越来越没有好 亲爱的天赋 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除去我们的重担 擦去我们的眼泪 或许我们在心中曾经大声的喉叫说 主啊你在哪里 但是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安静 享福在你的面前 并听见你轻声细语 对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与你有那美好的约定 我们要靠着这美好的音乐 让我们空虚的心灵 得着安慰得着抱着 让我们因软弱流下的眼泪 得着安慰 也让我们手左的每一步路 都要你的带领很坎酷 谢谢主 祝福你今天 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 我们将祷告都是福音书基督圣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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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